荣誉集团7月18日晚回复深交所关注韩城,中和国财尚未向公司提供起产权及控制关系,且基于第一月限制和政策因素,目前无法确认中和国财的产权及控制关系,因此无法确认其是否与量器存在关联关系,后续公司会催促中和国财提供起产权及控制关系,并及时履行新批义务。 此前,荣誉集团在公告中表示,你引入中和国财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作为战略投资方,合作方向包括后者战略入股上市公司,三年内打造100亿元基金投资平台和阳明创新合作平台,并联手开发一带一路工程。 自7月11日荣誉集团披露了中和国财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你向公司投资入股之后,该事项就遭到了监管层以及媒体的关注。 对于荣誉集团战略合作事项,深交所以或速发出关注函,要求荣誉集团以方挂图或其他有效形式,披露中和国财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直至披露到自然员或有资产管理部门或者股东之间达成某种协议或安排的其他机构。 进补充披露中和国财同事的业务,其最近三年的财务状况,荣誉集团2011年10月在深交所中小把挂台上市,拥有七家子公司和一家参股公司。 涉足事业、创新科技和金融服务三大业务百块,盘盖电器设备、征信大数据、商业银行、商业保理、融资租赁等领域。 近一年时间内,荣誉集团在资产重组方面动作频频,不过都是以终止节位。 那么,屡次重组失败的荣誉集团,这次遇到金主了,媒体赴深圳中和集团所在地求证,该公司法务部人士经查询后回应。 今年2月6日,中和集团官网发布,华语公司以中和集团下属公司名义,开展经营业务造成负面影响。 华语公司不是中和集团出资设立的公司或企业,华语公司设立的各种冠以中和字号和号称中和下属公司的企业或机构。 均未经过中和集团批准,华语公司的参股的子公司,曾多次冠中和字头的名字。 以央企身份参与A股公司投资,无独有偶,唐小僧爆雷背后母公司也曾抱上甲央企。 唐小僧于2015年5月上线,9月会员数突破150万人,交易额超10亿人。 2017年8月,会员数获千万,交易额超750亿人。 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内,从0到750亿人,如此速度在圈内较为罕见。 高额反例,大量广告和赞助,一直支撑着唐小僧的粗暴数扩张,同时也被市场分析人士质疑暗藏风险。 在快速扩张途中,资邦金服还曾接受瑞保利元的股权投资。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2016年12月,资邦金服的投资人股权发生变更,瑞保利元加入。 之后,瑞保利元和资邦金服,召开重组新闻发布会。 根据比试的现场发布,时任瑞保利元董事长刘朗表示,资邦金服帮上瑞保利元,一定程度上是有以此作为封信手段。 但是,瑞保利元并非要起。 近日,据媒体报道,国内财富管理机构聚派投资纽交组代码,这屁又摊上市了,有投资者反应。 从去派投资出认购的中科技控股,中科技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项目为固定收益类,年化收益率9%,原定2018年初到期,项目现在处在延期状态。 材料显示,中科技控股为全国资背景,是中国和工业集团公司中和集团的全资链数企业。 百分之一百十股人中国华语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中国华语,一位中国和工业集团公司直接控股的国有独资企业,工商登记的资料也与上述说法吻合。 然而,这种说法在今年二月份,被中和集团语一否定。 中和集团表示,华语公司不是我公司出资设立的公司或企业,华语公司设立的各种冠以中和字号和号称中和下属公司的企业或机构, 就为经过我公司批准,华语公司及集团公司各类行为,均不能代表我公司及我公司所属成员单位。 我公司及所属成员单位不承担华语公司及集团公司任何行为所造成的一切法律后果。 上市公司为何碰上真假美口王? 原因在于央企是一块金字招牌,挂上央企的牌子,在社会地位,可信度等方面。 都会告上几个当次,办什么事情也会大开绿灯,因此,社会上一些公司不屑拉大骑犬虎皮,将自己包装打造成国企,量企。 其实,这是一种诈骗行为,上市公司需要擦亮眼睛,详细调查合作企业的相关情况,不能只听对方的一面之词,不能被忽悠。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访问TTnews.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